接下来为您报导这则重要的消息 是已经三年没有调整过的基本工资 今天敲定将调高600元到17880元 那么最低时薪也从现在的95元增加到98元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试用 如果以劳保投保的薪资来看呢 全台湾是有118万名劳工符合加薪的条件 不过这600块钱让劳资双方都很不高兴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在劳委会里面召开 门口也聚集大批劳工团体 一个接着一个来表达同样诉求 劳工团体要求基本工资应该调到 22115元才合理 但在开会之前资方是这样说的 一边说要涨到22115元一边说不应该涨 意见难言北撤 最后经过三小时折冲 劳委会宣布这样的结果 如果以劳保投保薪资来算全台湾大约有118万劳工可以加薪 其中也包括16万外劳 不过这个结果余会的劳资双方都说不满意 今天用这种方式来做这种调整 那劳方没有办法接受也表遗憾 今天会议的决议是调高3.47% 送到行政院以后呢 我们期待能够有所改变 希望能够调在2%是我们的期待 因为这个结果还要承报行政院核定 如果通过预计明年元旦起适用 不过劳方认为涨太少 资方认为涨太多 双方战线继续拉到行政院 记者许跟慈林光黄张国良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